2017年让日本人神伤的事情很多 但是其中有一件具体的事情非常突出 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成功完成了超级钢的研制 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国家 而日本钢企别提超级钢的研制还在实验室 与此同时 日本著名的钢铁企业神护制钢却陷入造假丑闻难以自拔 中国完成研制超级钢的成果 登上全球顶级学术杂志科学 这种拥有2200兆帕屈服强度的新型特种钢材 比美德日现在的1100兆帕强度的钢材性能直接提升了200% 其性能超过钛合金 但是应用领域比钛合金广泛的多 且成本要低的多 超级钢因其超高的强度 被视为钢铁技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人类工业化以来 在材料领域的研究都是由西方发达国家领先 这次中国成为新材料技术创新的领先者 这也被认为是影响中国未来的技术之一 更加重要的是 影响中国未来的不仅仅是这一项特种钢材技术 而是中国在材料领域的研发能力 此前 日本在钢材材料研究 一直给人的印象是走在全球前列的国家 在十年前 中国所需要的很多特种钢材 都要从日本或是西方国家进口 如果是民用 他们提高价格 带有讹诈性质的获取巨额利润 如果是军事武器装备方面所需 都被他们一律禁运 然而十年后的今天 中国在全球高性能特种钢材材料上首屈一指 而日本却陷入了各种造假丑闻 对比非常鲜明的是 重量产的超级钢 已经用在了超级工程装备南京一号上 现在正用于新型096核潜艇的建造 而日本因为神户制钢的问题导致潜艇停工检查 并导致全球采购他们钢材的500家左右的企业 蒙受损失 国际学术机构的统计也证实了这点 日本传统的强项材料 生物领域的研发能力在下降 高质量的论文逐渐被中国超过 体现在实体经济领域 就是中国新型超级钢 研发完成并量产 而日本在不断地篡改数据造假 由于中国是全球唯一工业化生产超级钢的国家 因此有很多国家都对中国这项技术虎视眈眈 不过中国已经对生产超级钢的工业技术 进行了国家级的保密 这是一个重磅消息 中国为何突然宣布北斗系统 同美国的GPS进行如此重大合作 真相揭开 让国人骄傲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强国军事回复北斗了解详情